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Foreign Policy的第100次辩论中 专家们就美国在全球的角色军控 台湾防卫乌克兰冲突以及伊朗问题等展开了激烈讨论 那么阿什克和麦克风美两位专家就这些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提供了截然不同的视角 从美国的全球角色到具体的国际冲突 讨论无疑是热烈且充满争议的 记者我们转向欧洲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接受了一枚勋章 这枚勋章来自亲俄罗斯领导人尼罗拉德·多迪克 这一事件引发了西方对俄罗斯可能在波斯尼亚制造不稳定的担忧 与此同时波斯尼亚正朝着加入欧盟的道路迈进 奥尔班的访问和所获勋章无疑为该地区的政治局势 增添了更多关注点 最后我们来看看斯洛伐克的外交动向 总理罗伯特·菲克宣布计划改善于越南 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 这是该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的一部分 两国关系自从2017年 越南一位商人在柏林被绑架事件后变得紧张 但现在看来斯洛伐克希望翻开新的一页 重建与越南的友好关系 还有关于麦当劳将收购其在以色列的餐厅的消息 这是为了在该地区提升销售额的一步 这就是今天的世界简报 希望这些新闻概述能让您对全球的最新动态有所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Foreign Policy的第100次电论中 Emma Asherford和McCroley跟对美国在全球的角色 军控台湾防卫乌克兰冲突以及伊朗问题等多个话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两位专家对这些问题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 Emma Asherford认为美国应该专注于可实现的目标 并优先分配其资源 而Croley则认为美国应该维持其作为世界领导者的角色 并建立更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是否应该防卫台湾的问题上 Emma Asherford建议美国应该帮助台湾自卫 威慑中国的侵略 而Croley则认为美国应该准备好继承中国海军 必要是使用何力量 关于乌克兰冲突 Emma Asher认为美国应该帮助乌克兰自卫 寻求外交和军控解决方案 而Croley则认为美国应该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 现在应该转向帮助乌克兰收复其国际公认的领土的策略 在伊朗问题上 Emma Asher支持外交接触和军控以防止和扩散 而Croley则认为美国应该使用军事力量 对伊朗施加压力 防止其获得核武器 总的来说 Emma Asher和Croley就这些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根据Society Press的报道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 奥尔班 从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亲俄罗斯领导人 米罗拉德·多迪克手中接受了一维寻章 多迪克因其分裂主义政策而受到美国和英国的制裁 两位领导人在奥尔班访问该国期间的波斯尼亚塞尔维亚行政总部班亚卢卡会面 西方担心俄罗斯可能试图在波斯尼亚制造不稳定 以转移对乌克兰局势的关注 尽管波斯尼亚在族裔和政治上仍然十分脆弱 但上个月欧盟同意与该国开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在与奥尔班会面后 波斯尼亚的三人多民族总统表示 将继续走向欧盟的道路 并感谢匈牙利的支持 奥尔班表示 塞尔维亚人在欧洲是必不可少的 欧盟未能认识到这一点 德国外务报称 斯洛伐克总理罗伯特·菲科宣布 计划改善与越南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关系 作为该国外交政策重新定位的一部分 两国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一直很密切 自共产主义时代以来 越南裔现在是斯洛伐克最大的少数族裔之一 然而 自2017年 越南一位商人在柏林被越南特工绑架事件发生后 两国关系变得紧张 但事件导致德国驱逐了越南外交官 斯洛伐克召回了其驻河内大使 斯洛伐克驻河内大使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大使 但现在有计划很快派遣一名大使 有传言称这可能是斯洛伐克及越南异晃啦 即晃啦亨没亨 逆晃啦亢多亢 他曾经是飞科的外贸关系顾问 飞科政府预计在总统选举期结束后 将重点关注于越南和中国的外交政策 麦当劳将从引发昂贵抵制行动的特许经营商那里 收购其在以色列的餐厅 美联社报道 麦当劳即将收购Along Your Limit公司 这家公司拥有并经营着以色列境内的225家麦当劳餐厅 目的是为了在该地区提升销售额 此次交易是在由于有指控称这家快餐连锁店向以色列士兵提供免费餐食而引发的销售低迷之后进行的 交易的财务条款没有透露但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 麦当劳表示他将经营这些餐厅并保留超过5000名员工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Ubrief 康明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